嗨 歡迎又來我的頻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美國交換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 台灣留學跟英國 去讀碩士 然後就也有人路過美國 然後我最近就看到我朋友他交換回來 而且他很義氣相挺 因為他今天是直接從桃園上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大家好我是Tim 然後我是去美國的 威斯康森交換一個學期 有學期就六個月了 其實他的學期根本都不到四個月 蛤 真的假的 那你是四個月那你過去是讀幾年級啊 我過去他是沒有分年級 剛開始選課的時候是分 系分學院 就是大三區的 大三區的話你可以去那邊選 一到四年級的課都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讀讀的來 跟學校有沒有差我不知道 可是我去的那間學校好像怎麼樣 有的人是那種超喜歡美國 就是看電影啊或影集 他們好像會很早以前都決定這件事 那你自己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也是從小就一直很想要去美國 但是我也會想要 就是我也很想要去其他地方 就是沒有局限美國 對沒有局限美國 可是當初會選擇美國是因為 我交換是以英文為主的國家 原本最想去的地方是新加坡 因為去過新加坡然後很喜歡新加坡 其實後來好像 新加坡就是 租屋好像不太 就是我覺得有點複雜 然後剛好就是也有美國這個選項 然後都兩間學校都是 我們學校可以用多益去申請的 所以我就最好就選擇 美國那一間的 有點迷失方向 就是一直生活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就是有點倦 但每天就是上課 下課就是打工 然後都回家就是去看局 然後每天就是這個循環 然後就想要有一些新的改變 對 有一個問題是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大家會覺得 是不是你們都是語言相關的科系 沒有欸 就是像是這次去的 其他還有 就是同一個學校有三 其他三個台灣學生 有兩個是你們學校的 其他三個都不是英文相關科系 對你深信準備了什麼 就剛剛提到的多益成績 對 你們學校是要超過多少 像 呃 每個 差點有人會聽不懂這個笑話吧 就是沒考多益的 沒有考多益的人 怎樣 989 你們那個標準是多少 還是跟大家比 800 出嗎 因為美國就是講英文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成績可能要求比較高一點點 可能會比歐洲高 有些會要亞斯或者是托福 不是每個學校都可以接受多益 然後我會考多益是因為就是 亞斯跟托福就是有點太過 而且 炸錢上就比照 那除了多益呢 就是 需要面試那些嗎 我們學校不用面試 基本就是在校成績吧 然後之後就是還有你的超信 你要寫你的自尊跟讀書記 可是那個是寫給自己的學校看還是那個 就很像你當初申請高中的時候的備審 那你覺得算簡單嗎 我覺得 要花大概幾乎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準備 差不多 這花大概一個暑假 你是幾年級的時候準備 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 然後就大三出去 嗯 欸其實你是不是比別人年輕很多 就是 我是指 出去的年齡 兩方面 那部分都是大概大三大四 就課比較少的時候 那你去之前有沒有什麼期待 跟落差 就是自己怕到沒有辦法 就是很怕 因為我沒有自己飛過這麼遠的地方 喔對 然後而且飛到的是 就是因為 威斯康城在美國就是中 中間 中間 沒有直接到那個 就台灣沒有直飛的班級 對所以我就轉了兩次級 就是自己轉了 自己飛到 我是飛到 很累 溫哥華 飛到多文多 然後飛進美國 然後就覺得 我一直很怕就是 會不會轉機轉到福建 喔喔喔 而且也很煩 好難啊 那怎麼樣 事實上 事實上 事實是真的蠻可怕 因為我被 我有被帶進去所謂的小房間 真的假的 隨機抽查的吧 那進去之後呢 他就叫你 他就叫你 他就沒有 他就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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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你的資料 應該是吧 因為我們 坐在很遠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知道 他們在幹嘛 他們就是說 叫到你的時候你再來 這樣嗎 其他時間就是 你也不能用手機 就乖乖在那邊坐著 而且裡面還有其他人 然後其他人也不一定 可能有一些 看起來比較像是旅遊的啊 或是什麼 喔真的假的 因為我當初 入境美國的時候 就是被問很 超簡單的問題 就是我朋友在後面 他就說 那是你朋友嗎 我說對 就過了嗎 對啊 可能看你要待滿長時間 然後會 自己一個人應該會比較容易 又會比較容易 我覺得 對 一個人 又跟那個 反正小房間結束之後 你應該去每天不怕 店不怕 對 我覺得我什麼都不怕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最可怕的時候 學校生活 跟美劇的還滿像的 但是就是 我還是會以為 很像美國高中那樣 就是每天都在開party 就是我朋友之前 超high的一件事 就是他說 他們是在一個小鎮 就也是那種小小的 然後他說 每次就家裡有人 會家裡突然亮火 他就是在開party 然後隨時都可以進去 他們的很多就是 House party就是 大家都可以進來 有去過幾個 可是還沒有 就是沒有玩那麼 high 可能就只是大家 坐在一起玩玩遊戲 吃飯啊 或是聊天什麼 我就是看個性 如果你就是很喜歡社交的話 你去哪個地方都可以 就是 欸 然後問對方名字 然後後來後面就變好朋友 那你原來有什麼期待 參加不一樣的活動 因為 因為我們學校的學生會 因為就是 還滿 我覺得他們還滿 盡責 然後很多點子 哇 不太有 不太有落差 就是 應該說 我期待玩很多 然後都不用讀書 台灣不太 習慣寫 論文 嗯 然後在那邊就是你 一隻小論文在出 一週就要寫個 一千兩千支的報告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因 就是是不是因為我選的課 你去那邊都是選像同事那種 沒有欸 我選了比較專業的課 他們就是 上課前大家都差不多就只有定位 然後 上課 會有人放手機 就結果選到 但是 沒有人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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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邊的朋友選到 就是 都是認真 都是很認真 就是沒有敲顧可以 就是他在大學裡面 因為他可能是裝主修 他修了六年 哇賽 對 然後他就 然後就他們會舉手問問題嗎 會 他們很踴躍回答問題 你有感受到真的有差別 非常 那你有加入嗎 後面就會越來越覺得自己也可以回答問題 就是就算回答錯了 老師也不會怎樣 全部都是美國人的課 跟同學全部都是交換生的課 然後同學全部都是美國人的課 就是上課老師問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是回答會比較踴躍 會比較敢回答問題 交換生的課比較多的就是 教授問問題之後就沒有人理他 那我好奇一件事 那就是哪裡的人比較多啊 交換生裡面 日本人 就是亞洲日本人韓國 然後印度人還蠻多的 歐洲比較少 不是這批進來的 就是他們已經在那邊讀 可能一個學期那樣 就我們的那個可能不一樣 對 台灣的多嗎 台灣就是四個 四個 不算少 不算少 就像你剛剛說的 你收到美國人的課 所以那天就可能跟他們 hand out 然後 收跟交換生的 就一起 其實跟美國人就是同一個課堂 並不一定表示你會交 就是你會跟他們當朋友 或者身邊的 就是交換學生就是比較容易認識 比較容易有接觸 然後我會認識 只要美國朋友是因為 當就是 剛開始進來學校的時候 學校我們需要有 Orientation Leaders 就是他們要接待我們 會比較容易變成朋友 他們會當Orientation Leaders 也是因為想要認識 比較活潑 喔他們也有想認識 對 其他國家的人 我覺得他講出他們 共通點的話 可能就是 就是喜歡亞洲文化吧 然後就是比較喜歡 跟我們混在一起 我大概知道 是不是會喜歡動漫 有喜歡動漫 那就是沉迷動漫 喜歡動漫 就是會想認識亞洲的人 的人 喜歡動漫的人 還蠻高的比例的 還蠻高的 可是我也有蠻多朋友 就是沒有在看動漫 他們就是喜歡 他們可能會聽就是 K-POP 我就是喜歡亞洲文化 很喜歡吃日本料理 你有參加到什麼 好玩 印象深刻的活動 夜店可以去一下 你有去 我有去 那為什麼沒有說 沒有 你有嘗試 如果 還有問題 就可以問我們 你可以直接在留言 回大家吧 可以 如果真的太私密 也可以私訊我 或是他 反正我們就 再跟你們說 然後如果覺得 這個影片有 解答到大家 解答到大家 或是讓大家 更 下定決心去做這件事 那就 幫我按一個 喜歡 開鈴鐺 哈哈 對 可以這樣 可以按一下訂閱 然後就先這樣 好 掰掰 謝謝Tim